套上連身皮衣 賽車鞋 手套 安全帽等配備 加起來就至少10公斤 電腦下壓迫車身帥氣過彎29歲的他 是曾被封為全台最快男人的重機賽車手李鮮宇 賽車場上一圈1.45公里 他只需要55.3秒就騎完 但賽車手這行可沒有想像中好賺 其實台灣的賽車手是 據我所知是沒有收入的 對 不論是汽車或摩托車 因為台灣的市場比較小 所以就變成說其實大部分人都是自費 來支撐這一個賽事這個興趣的 標速運動更曾讓李鮮宇摔斷鎖骨 父母的擔心反對讓他決定轉行 拿起吉他自彈自唱 昔日的賽車手依舊帥度不減 就剛好姻緣機會下就是 我就自己毛遂之間拿著我的demo 給洪龍大哥聽 那洪龍大哥他聽完他覺得說音很高 他覺得我音很有穿透力 對 然後他就把我介紹給洪敬良老師 而不論是車手還是歌手 健身運動都是必備的訓練項目 大鵬玩比賽的時候其實是18圈 那如果正常我們沒有去鍛鍊自己的話 可能一般來說可能騎到第10圈的時候 手腳就已經不聽使喚了 因為我們一場比賽其實會流掉 大概3 4公升的汗 你如果有在運動你的肺活量就會比較好 你才有辦法高音的唱上去 然後才可以唱個持久 滾輪單手伏地挺身 樣樣難不倒 李鑫宇更曾被至少20個女生倒追過 如今發片當歌手夢想之路同樣辛苦 我覺得比較煎熬的部分可能就是 你前面一開始在訓練的時候 你上完課其實如果你回到家以後 家人就會覺得說 你怎麼好像每天都無所事實這樣子 現在其實就是跑通告 就是可能通告基本的那個 一叉叉叉叉圓這樣子而已 難過台灣摩托車錦標賽 冠軍的全台最速男轉戰唱片圈 換了個方式持續堅持目響 東森 財經新聞 楊群 張士奎 桃園報導 好帥